親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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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跟客人的會議通知收到了 等龍尼 我覺得你的手機螢幕好特別喔 像我的啊 在這種大太陽下 我的手機螢幕就很不清楚 但是你的手機螢幕居然可以這麼清楚 是啊 因為我的手機是電子紙螢幕 你是說跟電子書閱讀器一樣的螢幕嗎 是啊 你看 我的手錶也是電子紙的手錶 哇 好特別喔 走 我們回公司 我講給你聽 好 大家好 我是Eink Kim 大家好 我是Eink Ronny 嘿 Ronny 原來市場上已經有這麼多 採用電子紙的手機跟手錶 是啊 我們今天就先來跟大家聊聊 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到的手機吧 電子紙作為手機的螢幕 第一個優點就是對眼睛來說很舒服 電子紙本身不發光 所以看起來就跟傳統的紙張一樣 也被廣泛的應用在電子書的閱讀器 所以電子紙手機就跟一般的電子書閱讀器一樣 有相同的功能囉 是啊 手機隨身帶著走 就可以利用空檔的碎片時間進行閱讀 也不會對眼睛造成負擔 尤其是對於光眼震的族群來說 電子紙手機本身不發光 也可以降低對眼睛的不舒適感 第二個優點就是在陽光下可以看得很清楚 電子紙是反射式的 就跟一般的紙張是一樣的 都是藉由外在的光源反射 使得眼睛可以看得到畫面 所以在陽光越強的環境下 反而可以看得更清楚 在大太陽下 那如果我拿一般的手機 我要看清楚畫面的時候 我就必須把螢幕調亮 但這很耗電耶 是啊 Kim 你提到一個重點了 電子紙第三個優點就是省電 驅動電子紙只需要非常些微的電力就可以了 所以一般的電子紙手機 在正常使用情況下 大概兩三天才需要充一次電 最長待機時間可以到五六天 另外像這一支結合了液晶屏和電子紙的雙屏手機呢 在快要沒電的時候 可以切換到電子紙這一面 就可以延長使用時間 市場上已經有彩色閱讀器了 那電子紙手機也有彩色的嗎? 有啊 現在市面上已經有使用 InkKaleido技術的彩色電子紙手機 它反應速度很快 而且有豐富的色彩 除了電子紙手機之外 我看這邊也有很多電子紙的手錶 它們跟一般的手錶有不一樣的地方嗎? 電子紙的手錶具有超廣視角的特性 所以當你在運動的時候 不需要特別調整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上面的資訊 那剛剛前面有提到電子紙很省電 所以超長待機時間也是它的優勢 一般來說 大概兩個星期再充一次電就可以了 你手上這支手錶的錶帶很特別耶 難道它可以換畫面嗎? 這支電子紙手錶呢 採用軟性可饒的技術 它的錶面和錶帶是一體成型的 可以透過APP傳輸 就可以隨時更換錶面和錶帶的圖騰 作為時尚穿搭的配件 那像這支手錶它有紙針 就跟一般的手錶好像是一樣的 難道它也是電子紙的手錶嗎? 是啊 這一款電子紙手錶呢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電子紙的模組中間有打孔 所以它除了保留傳統的紙針呢 手錶的表面也可以即時的顯示資訊和健康的數據 所以它保留了傳統手錶 紙針跟圓形的經典元素之外呢 它還符合了現代智能化的使用需求囉 沒錯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電子墨水瓶的應用 請持續關注E-INC 字幕提供